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透過財務也可以修功德 但是不在於財務的大小 而在於什麼 比方護師者或供養者他的思量 也不在於對方 也不在於對象 不在於主動者 也不在什麼 被動者 應該說叫三輪體空 所謂的三輪體空 所謂三輪體空 一個是能者 所謂的能者就是主動者 一個是什麼 所 就是被動 接受者 應該是接受者 當中可能會有財 或者會有法 主動者應該叫做什麼 發心者 我們的布施或者供養 那麼是不是有一個是能的 發心的人 那有主是不是就會有 有被動的對象 就是接受者 這個當中呢 可以透過法財的布施 或者法的供養 那麼關鍵 不是 關鍵上面 那麼其實是這個能者的什麼 心量的問題 關鍵在於心量的問題 不在於財務 財務本身因為它都是有限有量的 當然這個心量會跟法有關係 法的布施或供養什麼最大的 是因為這個法它可以擴大 法的本身它是可以擴大的 那所謂的三輪體空 就是說 其實 在因緣法上面來講都是平等的 這個空的這個空有沒有 三輪體空 這個空不是空空如也的空 而是要去體會它的什麼 信空 那何謂信空 其實就是平等 三者來講的話都是平等平等的 很為平等平等 比方說我們可能 平常我們會是主動的發心者 那麼會有被動的什麼 接受者 但是我們說有時候一次大的災害 我們有沒有可能變成受施者 也有可能 因為因緣法上面本來就是平等平等 主動者不會是永遠不變的主動者 受施者也不會是主動 永遠不變的受施者 有的人比方我們接受人家的故事 解決我的困境 有的人他非常的貧困 他們因為接受人家的故事之後 他反而因為這樣子而有機會怎樣 他努力向上 之後他會變得非常的富裕 之後他會不會變得也是一位主動者 發心者 所以這兩者來講的話 這兩者能跟所 能與所 來說的話呢 是不是信空了 因為他是平等平等的 他是平等平等的 都有機會交換的 能不是固定不變的能所 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所 能所之間是不是平等平等 都有機會 那關鍵不在於財務的多寡 而在於什麼 因為有法的關係 那麼是不是在信量上才能夠擴大 比如說諸供養中法供養 最高的供養 或者叫布施來講 布施比較對下 供養比較對上 那麼 那麼往往還是什麼 關鍵還是在主動者的信量問題 好 所以呢 所有的回向 說回 自 像 什麼 好 回 是 像 什麼 你 回應 像 我 那 這裡 就等於是從自己 的信量 擴展到什麼 眾生的信量 從事 它會變什麼 像 理 是不是跟性啊 射向從性 等於是 射向從性 好 射向從性 那個其實也是啊 這個是不是也是射向從性啊 雖然有現象 但是我們要想到的是更神奇的什麼 因人 它才能夠有機會去怎樣擴大 好 如果我們只有在向上的話 那其實我們不會有局限性啊 除非有局限性 除非有局限性 因為 因為 向著理來說的話 理則 所謂的真理法則是根本夠盡虛空見啊 盡虛空騙法見啊 十方三四 一切活叉活都會用得上啊 以理性來說的話 但是視像呢 視像它卻是怎樣 短張 因為它透過人生 沒有不原力 對不對 現象上它不可能永遠不變 生和大地可不可能永遠不變呢 只要看到現象 它必然會變 所以呢 它的這個理則上面呢 其實也就是一種無常的法則嘛 原生原力 是因為性空的緣故 所以的性空也就是什麼 平等性 也透過平等性 它才能夠不斷的去擴展 所以我們說 所謂的三能體空 不是去體會它空空如也 而是體會它們平等平等 好 體會它們的平等 美等 當然這個有一點 照說應該是回果向陰 因為陰比較屬於這個理性的部分 當然有時候 從說回陰向果呢 他們也等於說 也可以這麼說 在下陰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什麼 果報的結成 那是必然的 好 那這個能夠 一方面也等於說 只問公民而不問收穫 好 收穫其實是自然來的 好 那這個部分其實也有詳細的一個說明 在我們的第288頁 再解釋現象 回自向他 從初禮拜 乃至隨身所有功德 西皆迴向淨法界虛空這一切眾生 這也是普賢菩薩所說的 從他的第一個大願開始 十大恨願 是不是從禮拜諸佛開始 禮敬諸佛 從初的最第一個的禮敬諸佛 乃至 所以乃至等於是畫了一個這個線 對不對 從第一一直到第十 乃至 第十是什麼 到隨順 隨順眾生 苦皆迴向 到第九的 從第一到第九有沒有 隨順眾生的 所有功德 那麼都拿來怎樣 迴向 迴向給淨虛空騙法界的 所有一切眾生 那麼因為普賢菩薩 透過行菩薩到的過程 他自己本身發心了 對不對 然後他也因為這份發心而成就 也因為這份成就 而再去教導別人 那這個也是個量上的擴大 從自己 然後呢 所想到的 是更普遍 變了眾生 那這個 這個其實也是什麼 是不是心量上的擴大 其實是心量上的擴大 尤其大聖菩薩道來說的話 菩薩道本身要做的 是不是就是心量的擴大 才叫做大聖 也才叫做大聖菩薩道 所以回自向他 而且回自向你 願令眾生很常得安樂的 無諸定寶 是因為菩薩 菩薩呢 是因為從眾生當中 那麼看到眾生之苦 而起了什麼 大悲心 那也因為起了大悲心 想要去拔眾生之苦 但是菩薩如果沒有透過菩提心思 就不知道如何去拔苦啊 所以也因為有大悲心 而才有什麼 菩提 也因為從菩提的種子開始 那麼行菩薩道 這個是要半步就關的 會有它的一個次第的 所以呢 看到眾生之苦 那麼希望能夠拔除眾生之苦 而且給予安樂 慈悲心是不是就是這樣子啊 悲是拔苦 慈是什麼 羽樂 所以無諸定寶 是不要想要拔除他們的痛苦 而給予安樂 這是這個無緣大職 同體的大悲 所以看到眾生之苦的緣故 但苦有沒有現象啊 苦是有現象的啊 所以呢 那欲行惡法皆息不成 所修善業皆數成就啊 那麼希望眾生呢 能夠知道善惡的什麼 重要性 因為善惡的念頭 點叮是不是都記錄下來啊 其實都是記錄下來的 所以在善惡 染淨 迷目之間 這些是不是都是理責的問題啊 所以呢 要如何地去除苦 拔除痛苦的根本 就是要能夠不行惡法 對不對 要讓眾生能夠指惡行善 指惡行善是不是也是種理責啊 那指惡行善也有它種種的現象 但是菩薩要教導眾生的 是不是要伸從領責來下手啊 告訴眾生大原則 如果這個能夠指惡 是不是也少掉了很多的什麼 這個困惡 所以呢 當眾生異行惡法呢 要讓眾生皆是怎樣不成 希望眾生能夠指惡 而且能夠行善 所修善業呢 極速成就 並且呢 希望眾生能夠關閉一切 諸惡去門 開示人天 涅槃正路 有沒有 那麼要講到涅槃呢 必須要在上多的狀態才講得了 當我們一直在起煩惱 我們就已經 一直不斷地在降服煩惱當中呢 那麼 在善惡 善惡是我們人天福報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礎 先要搞清楚善惡 比方說 我下了很多的惡因結惡緣 是不是自然會有什麼業障的現前 我如果下善因結善緣 是不是自然會有福報的現前呢 就要認清楚這些現象 在善惡當中 那麼我們眾生這個才有抉擇的能力啊 就會知道說 我這個不斷地在煩惱 那麼其實是浪費我們的生命 又糟蹋了我們的生命 這個是非常不划算的 於是我們就要不斷地去怎樣 到能夠有起善念的能力啊 那當然有很多的方法 比方我們說 誒 念佛菩薩明號 是不是也是一種方法之一啊 乃至於對真理法則 能夠更清楚明白的話 我們這個接受 我們能夠逆來順受呢 比較不會起煩惱 我們為什麼會起煩惱呢 因為我們很難逆來順受 是不是就起煩惱了 拒絕逆 喜歡 順 但是事件 這個人生這個不如意的事情 十之八九啊 於是我們就會不斷地在起煩惱 所以呢 我們首先一定要先了知善惱的問題 之後呢 在善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才有能力再去提升呢 這個有點像我們在世間法裡頭說 先解決我們吃飯的問題 之後是不是才有文化的提升啊 才談得到文化藝術啊 對不對 如果根本都吃不飽 你說要去談文化藝術 那是不是還遙遠得很啊 善惱是我們人天福道的 很重要的來源 所有的宗教是不是都在談善惱 談善惱並不是佛教的特質啊 都是希望怎樣能夠洗善啊 能夠怎樣防止惱 是因為在宗教來說的話呢 他比較能夠去超越世間的看法 尤其佛教又能夠開示人天 涅槃正路 那超凡入聖是我們佛教的特色 智慧是我們佛教的特色 那我們說這個智慧從哪裡來啊 是不是要從法相而進入法性 等等 要射相從性 是不是才有涅槃正路可言啊 我們如果一直濁在現象上 容易起善惡的念頭 如果能夠進入法性的時候呢 善多而怎樣惡少 那當然其實我們在著相的當下 雖然也會起善惡 但是善少而怎樣惡多 我們如果只有在生活上 其實我們的善少惡多還蠻多 那麼要進入到法性 因人海裡頭 善多而惡少 在第一個階段裡面 凡夫的階段 當然如果到第二個階段呢 其實聖者以上他不起惡 因為他不著相 其實他不著相 他就尤其到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他是不是已經要能夠解脫生命 所以他其實也不起惡 那當菩薩道順賢菩薩呢 那麼因為他已經驗證到平等平等之下 已經驗證了整理 之後呢是大聖小聖的問題 在大聖菩薩道上呢 如果自私的心又起來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還會容易落到這種小聖裡頭去 所以我們第一大奧 第一大奧生奇節裡頭 其實上的是我們很大的一個功課 然後呢在超凡入勝的那個 那個點上是什麼 是涅槃 所以呢 要能夠回世相裡 在理性上 在乏性上 是不是才能夠達於涅槃啊 如果一直只有講在法相上 那是沒有辦法達於涅槃的 所以要能夠開示人天涅槃正路 來說的話呢 我們也必須要怎樣設相成性 所以回向 所謂的回向呢 也等於是從我們的肉眼 執著的現象 要能夠打造我們的慧眼 而怎樣透視到天分上 所以這叫做回世相裡 那第三個呢 在第二百九十四頁 若諸眾生 殷其積極諸惡劣故 所感謝及眾苦過天單身 命比眾生心而解脫 究竟成就不上可及啊 如果所有的一些眾生 那麼尤其是我們這些反復眾生 因為我們這些眾生 很容易去積極諸惡劣故人啊 所以我們說我們經常是惡多而善少 起惡面的機會多 下惡意的機會多 因為我們的什麼 煩惱多 五十一個金索 一半以上都是煩惱 二十六個以上 上才十一個耶 非常的小 所以我們很容易去不斷地積極我們什麼 惡民惡人而產生出惡劣來 業階呢 業階呢就會不斷地陷減 一旦業階陷減 我們就會感受到一切極重苦苦 有沒有 阿瑪普玄菩薩說 我我戒待受啊 我戒待受 其實這個也是 隨順眾生 我們說實在呢 菩薩能不能戴受啊 其實也沒辦法 只不過這是什麼菩薩的悲心呢 因為我們所有的因緣果報 是不是要自作自受啊 其實是要自作自受的 諸佛菩薩其實是無法戴受 不過我們前面這個 菩薩的那個法公糧裡頭 是不是有戴眾生苦的公糧 那那種戴眾生苦的公糧 其實也並非去戴受 而是說菩薩願意為眾生而 非常的精盡努力不懈 而且當中有很多心苦的事情 菩薩是不是都願意啊 這整個心苦 只要為 只要讓眾生能夠獲得利益 那麼菩薩是不是都願意啊 其實菩薩都願意啊 所以這個戴眾生 應該是說 只要讓眾生能夠 能夠回小善大 乃至於回惡向善 回自向他 回世向你 那麼 能服務一切 那麼菩薩都願意 來服務眾生的 是因為而令比眾生惜得解脫 究竟成就無上佛寂 菩薩在什麼樣呢 都希望能夠協助眾生 最起碼達於什麼 解脫涅槃 才是究竟的安穩 必竟的安穩 菩薩一直不斷的希望能夠幫助眾生離苦的 但願眾生得理苦不畏自己全然的 那當然要到能夠悉得解脫 在解脫之前 要先震得涅槃 那要震得涅槃 所以還是要在什麼 還是要在陰人法上面去下功夫 才能夠究竟成就無上的福氣 所以在第295頁 好 第二段 所以就說 菩薩 眾生造了惡業 當然要受苦 菩薩沒有造惡業 怎麼能夠代受其苦呢 那這裡就講到 大聖經典就講 菩薩行者本來是可以斷反 好 菩薩其實七定圓滿司 就正得無身了 但是為眾生而怎樣 罰人 那個叫做流獲人身 流獲人身 為眾生而怎樣 不入身定不斷細苦 所以呢 菩薩也要能夠去感受到眾生之苦 也就是說 是可以去感受到眾生之苦 才願意發心去協助眾生脫離痛苦 好 那第二個呢 菩薩他修種種的苦恨 也希望能夠為眾生來做那麼增上人 造就了很多的因緣 等於說 等於說 比如說菩薩 他可以捨之為人 他可以因為這樣而修得很大的福報因緣 來讓眾生呢 會把菩薩當作一個學習的對象 跟他學習 所以這個也是代受其苦的意思 好 再方面 菩薩看到眾生在造無間夜 那麼將來也會受到無間之苦 所以呢 沒有辦法讓他不照夜的話 那麼結果呢 像大願地上往菩薩 他說因為他大願而甘願到 三樂道眾生裡頭去 到地獄道裡頭去度化地獄道的眾生 那是願地所至 這類都是願地所至 所以總說呢 那麼這種回向都是從回自向他 回世向你 乃至於呢 回人向國 好 那麼第二百九十六頁 然後這裡呢 一樣他是無盡的 所以菩薩如是所求回向 虛風戒禁 眾生戒禁 眾生戒禁 眾生傳老禁 我此回向呢 無有窮禁 縱然這四種都禁了 但是菩薩菩薩的這個大願呢 都沒有窮禁 那其實這四種都不可能窮禁了 所以他發的大願是不是也不可能窮禁 並且呢 若實在當下都還要念念相許 就是無有窮禁 身口一夜 無有脾炎 那這種 無有窮禁 無有脾炎 其實還是透過應染法才可 因為清淨無染的人物 透過應染法 不容實才當下 那麼這個也是無盡的 好 好 那麼以上 屬於第十大願 母接回向的大願 好 那麼 在我們的歌版表 也就是 在正說大願裡面 先標述列明 從一者禮進諸佛 一直到十者 母接回向 所以呢 諜禮諜世人 我們現在要進入第三 叫做截怨令之 所以這個叫丁三 有沒有 截怨令之 截怨令之 所以呢 菩賢菩薩 相對 上采成子 有當時 愉快的菩薩 說上文字 以上這些呢 視為菩薩摩克薩十種大願 聚足圓滿 因爲菩賢菩薩 他是什麼 菩薩摩克薩 他之所以能夠成就到菩薩摩克薩第三大宗 之間來說的話 那麼 起碼他在過程當中 也因為透過這十大恨願 是他的一個本願 那麼他來聚足圓滿 所以到菩薩摩克薩他被神通自在無愛 也是一種聚足圓滿 那若諸菩薩於此大願隨勝去入 則能成熟至於眾生 我們所有的菩薩 從傳出菩薩開始 那也至於聖賢菩薩 那麼 於此大願呢 能夠隨勝進入 因為雖然程度不一樣 但是也可以隨處我們的什麼 所修的功德而進入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因緣福報 智慧之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也只能隨勝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國位 那麼也一樣是可以進入這十大恨願的 只要透過我們願意來實踐這十大恨願的話 那麼也一樣可以來成熟眾生 能夠來度化眾生 乃至於成熟眾生的 那麼則能隨勝奧耀多羅三妙三土地 也透過菩提心而三妙三土地 到這奧耀多羅三妙三土地 那麼也則能成滿土賢菩薩諸恨願法 也就能夠學習著圓滿土賢菩薩的這種大願 因為它這種十大恨願簡直大如願海 因為它是無盡無量的 是靜虛空界的 是靜時方騙法界的 是十方三世 超越了時間空間的所有的一切束縛的 世故善男子 如與此意 亦如是之然 對於善才童子 還有當初與貴的眾生們 菩薩呢 就再一次地告訴他們善男子 你們呢 就要對此意 如與此意 對於這樣子的聖身法意 應該要如是地來知解 乃至於去行政 如是之啊 因如是之 其實也不只如是之 還要如是解 只要如是吸引領事政 而來圓滿所有的一切大願海 十大願海 那麼這個是解願令知 希望如是地來知解行政 那麼這是第三 那麼我們第三百頁 第三百頁 在這個較量文經的功德 較量文經功德之前 其實是什麼 這個顯經功德 對不對 在第二百九十九頁 有沒有 先顯經功德 然後呢 較量文經功德 因為這個對方 這裡的顯經功德相當於前面的什麼 正說大願 有沒有 這樣看得出來嗎 在長項裡頭其實分了正說大願跟什麼 顯經功德 在顯經功德裡頭呢 那麼開始來較量文經功德 來較量 因為要顯示經典的功德來說的話呢 那麼要透過較量的方式 因為要透過比量 透過比量 因為我們常講說我們有非量的技術 與生俱來我們都是怎樣自私雜染的 所以有非量的技術 要透過非量的話 就要透過比量 所以這個比量也就是在較量 較量我們文經之後所獲得的功德 所以在第三百頁的經文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這都是由普賢菩薩來說 所有的善男性女們 那麼如果我們用滿十方無量無邊 不可說不可說佛差即為成術 一切世界上量其法 集諸人天最盛安樂 不失而所一切世界所有眾成 供養而所一切世界諸所不善 經而所佛善即為成術解相續不斷 所得功德 那就是大的不得了 那麼也就是說 用的是什麼呢 要滿十方 滿十方就是禁虛空間 在空間上沒有一個地方是不滿的 那麼是無量無邊 而且是無法算計的 不可說不可說的佛差即為成術 佛差即為成術 佛差即為成術 是不是也是無限無量啊 因為把一個佛土 三千八千世界脆為為成術 那已經是超越了天文數字了 這麼多的數量上面 那麼每一個數都是一切世界的上妙七寶 表示說我們用的這個一切世間 世界的上妙七寶的量 那簡直大的不得了 我們說只要用一點點上妙七寶來佛息 是不是禁虛功德很大呢 一文捨出萬文收嘛 對不對 更何況是這麼多的七寶 那是無限無量的七寶 並且呢 不只是財物上的供養 還包括法上的供養 因為集諸人天最聖安樂 如何是最聖安樂 是不是還是透過佛法 讓我們最起碼能夠怎樣解脫念安 甚至呢還願意去行菲薩道 從仁天聖兒 這個能夠進展到所謂的生能聖菲薩聖 這個是不是才是最聖的安樂 透過佛法而獲得最大的安樂 而且這種安樂呢 還去布施供養 所有一切世界上面的所有眾生 去布施 透過七寶來布施 透過佛法來怎樣供養 所有兒所一切世界 諸佛菩薩 好 因為對上諸佛菩薩 是要用供養的方式 對普遍的眾生呢 那麼用財物來怎樣布施 那麼這個都是非常大的福報 而且還要經過非常長久的時間 多長的時間呢 是兒所佛創即為成數節 一節是不是已經1680萬年了 再成立無限大 那個時間是不是非常長久 不是只有一時間而已啊 是長長久久的不斷的去做 是相續不斷的做 所得的功德 因為我們前面所做的 是不是都在下陰啊 等到結成果報的時候 又不知道要乘以多少倍 是不是也是無限無量倍啊 所以這個所得的功德實在是大到無法去怎樣計算 但是這是一個狀況 第二個 若父有人聞此願望 第二個狀況呢就是 如果有人能夠聽聞到這十大恨願 叫做十大願望 只是一盡於耳啊 只要有這樣子的圖報音源智慧資料 有這麼一時間經過 從我們的耳是經過而已 那麼所獲得的功德呢 比前面所說的功德來說 如果前面的功德來講 那麼是財務上面的故事 尤其是在財務上面的故事 那麼不及什麼呢 聽聞十大願望的所得的功德 前面的這種財務的故事 不見得是我們做得到的 不見得是我們做得到的 確實呢 那麼在聽聞呢 這個是什麼 法上面的故事跟功德 那麼財務的故事 可以說呢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乃至幽伯殺恩 優伯尼殺虎尊 亦不及一 表示前面的財務上的故事 不及我們現在能夠聽聞到十大願望 只是一經於耳的功德 來說的話呢 那麼可以千百萬倍於前面財務的故事 當然呢 說前面這個罪聖安樂呢 這個都還算不上是法的故事 也只能說 透過財務來讓人天能夠這樣 能夠獲得殊勝的安樂 因為有財務的關係 那麼還能夠有一時的安樂 當然還不算是長久的安樂 那麼來佈施所有眾生 能供養所有的祝福的傷 那麼這個都還是屬於財務的功能 但是我們說 我們如果能夠把這十大願望 就是一經於耳的法上的供養 法上的供養的功德呢 比前面的功德來 大得多千百萬萬億億倍 所以這個是透過什麼 較量 是比量文精的功德去大 超過了很多財務上的故事跟功能 那這是文精的功德 那麼再來顯示 剩餘的眾行的什麼功德 因為十大願望 是不是也要透過去行使他 所以叫做十大恨願 那麼顯示其他眾恨之德 那麼先來別名眾恨 之後再廣顯眾德 那麼別名眾恨 也就是若父有人 如果有人能夠以身解信心 非常深的信心 那麼我們說要能夠生 是不是要深入到法性才叫做生 而不是只有在線上上而已 那所以呢 於此大願 就這十大願望來說的話 不是只有信心而已 而是能夠怎樣 把它化為是我們的行使的法門 如何都去行使呢 第一個 是受 持 毒 送 乃至書寫一次句 所謂的受 在第303頁 約二章第三行 說受就是去領納 領納這十大願 並且呢去持 持 去意持他 那麼也等於說 這個受呢 在領納當中呢 能夠對精益 能夠真實的去領會 要領會的身切 那麼要領會的身切 這個也要深入法性 那持呢去意持他 對經文 對經益呢 也能夠全權如意 一刻都不敢給予放鬆 那也就等於說 所謂的念念相去 無有間斷 對不對 能夠銘記而不忘 而且生活一三月 是不是要能夠怎樣 無有體驗呢 要不夠去持 意持他 然後呢 背著經文本身叫做讀 離開經文叫做送 讀送不送 我們常常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如果我們依著文 依著經文來念叫做讀 離開經文叫做送 乃至呢 只是書寫其中的一個四句句 因為要整部經 那很多 整個品來說的話很多 只要能夠書寫其中的一個四句句來講的話 那麼 也能夠速的滅除五無間液 也能夠 也能夠 因為這個功德就大 大到能夠怎樣 很快速的滅掉什麼 五無間液 五無間液是最重的惡液 那麼 那麼重到什麼程度 那麼再三百零四葉 有沒有 這個五無間液呢 那麼也就是 等於是無間地獄的這個罪液 那麼也就是在世為人的時候 就是殺父殺母 殺奧瀨漢 薄荷得生出火生死 這個叫做五密重罪 五密重罪 一旦度到無間奧瀨地獄來講的話 為什麼無間 那麼這也講到說 日月受罪 時時刻刻 從來沒有間斷 這是叫無間 第二個呢 一個人度到無間奧瀨地獄 一個人也滿整個地獄 多人也滿整個地獄 沒有任何的空隙 這個也叫做無間 第三呢 他的罪氣插放啊 很多的刑具來說的話 是隨時都在怎樣 對這個造業的 過到地獄大的這個人呢 不斷的去行苦行 從來也沒有怎樣平行過 第四呢 不管是男子女人 或者任何的種族 不管是老是少 是貴是賤 或者他是偏龍大步 那麼只要是六道的眾生 罪行業感 惜同受之 都不分 不分種類 不分男女 不分老少 完全不分呢 這也叫做什麼 心同受 去感受到地獄之口 那麼這叫五間 第五呢 如果 過到這個地獄道裡頭 那麼一旦進去之後呢 那個時間是非常之長 不是用幾年來算 是用幾劫來算 是千百節來算他的壽命 而且在千百節裡頭呢 日日夜夜 時時刻刻 從來沒停過 這個叫做五間 所以是非常恐怖的 是非常的痛苦 沒有任何的一個見性 那我們說 以我們人來說的話 我們在出國世界 是一個堪忍的世界 何謂堪忍呢 不管在什麼苦 還堪受得了 不管在什麼苦 我們都還有 還有堅 何謂有堅呢 就是還可以放下萬元 稍微逃避一下 有沒有可能啊 那個苦我們還可以稍微放下 比方 不要說是逃避了 比方我們換個 這個 向創向善的地方 一般到三百壁 來平均文法 所以一時間 我們還有機會怎樣 調伏我們的痛苦 我們的苦不是點滴 不是時時刻刻 分分秒秒 插那插那間的逼迫 紅心都還有劍 就是還有空間時間的舒緩 如果調到無間地獄 它是時時刻刻 分分秒秒 插那插那間 不斷不斷地只有苦 那麼 而且呢 那個所受的時間非常之長 要用急來算 但是呢 因為我們能夠受持獨送 乃至書寫 那麼普遍奮樂品當中的 任何的一個四句記來說的話 都還能夠消除這種 這麼最深的這種尊業 可見那個功德有多大 可見功德有多大 還能夠速能滅除無間業 而且呢 讓我們所有世間裡頭的身心等病 種種的苦難 乃至於佛創即為成術的一切惡劣的 也皆得消除啊 這個很像說 在學校裡頭 除了讀書以外 經常有什麼記功記過 可以將功抵過 因為能夠受持獨送乃至書寫 以四句記的那個功德之大 能夠抵掉這些什麼 這些故處 表示這個功德是非常之殊勝 並且所有一切魔君 夜叉羅刹 夜叉羅刹 若揪磐土 若貧瀉舌 若不多等 引血淡肉諸各鬼神皆惜人 或是發心心盡守護啊 並且如此 還包括所有的一切 這些天王八分的羅刹啊 還有一些惡鬼 那麼也能夠獲得他們的這個遠離 乃至於什麼 能夠來擁護我們 所以在這個第304月最後一行裡面 除了能夠素能除面五無間業之外 就是能夠消除我們身心的病毒 那麼還能夠消除我們的惡意 苦惱 第三有嗎 在最後一堂說能夠得到這些重磨的結束 那麼我們的磨在第306月 有四模 在第二段的第二行的呢 有凡朗模 有五曰模 有慈模 有天模 之外呢 還有夜叉羅刹 然後還有揪盤圖 也就是這種悟行鬼 這個什麼筆色舌啊 這些都是一些淡精氣鬼 專門在吸收人家的精氣鬼 那麼不多呢 那麼是大聲鬼等等 這些鬼們都是在飲血淡肉 都是在想對我們有情眾稱 去吸他的血 去吃他的肉 有種種的惡鬼 或者種種的惡神 那麼也因為我們授辭讀 還有書寫其中四句基本的功德 能夠使他們怎樣遠離 不至於來仰望之外 甚至他們都還會怎樣發心來守護 守護是普賢菩薩法文者 來守護啊 那這個在法華經典誌 在法華經典誌 也說有五種法師 受職、讀、送、書寫、為人解說 有沒有 也有五種法師 但是要非常的雷同 也就是說 受職、讀、送、書寫、為人解說 的功德也是非常之大 那麼乃至還會去掌照這些 無形的鬼神們的這個擁護 甚至呢 都還講到那個要叉、羅叉 他們也發心 發心來守護持法華經典 所以我們說 如果能夠持法華經典 或者持普賢婦願品的人 自然就能夠去感到 願意來護其的鬼神 這個是因為法的什麼 因為法華聚合 因為人法相遇 才能夠聚合在一起啊 他們願意來護持 不僅不來這個擾亂 不僅不來淡血淡肉 還願意來怎樣發心護持 所以呢 受職、讀、送、書寫 乃至 第四句祭等的功德之大 所以呢 這裡在第307頁 也可以明白 一些原來 一些原來忌妒佛法 擾亂佛法的一些惡鬼惡神 竟然因為受職、讀、送、書寫、苦賢、奉願 十大奉願的這種威德 反而能夠變成守護佛法的善神 可見十大願望的啃化力是非常大 實在是沒有辦法去形容 所以我們說要能夠受職、讀、送、書寫 乃至為人僅說 那個功德是不是非常之大 但是無法衡量 超過了什麼財務上那個不足跟供養 好 那麼我們這堂課就先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求佛